好,又到我爱马婷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海边的一天 马婷和小凯他们好像去海边玩 看看他们在海边看到什么风景 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吧 今天是个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马婷和小凯要求妈妈让他们到海边玩 妈妈答应以后 姐弟俩马上准备好东西 带着巴比高兴的出发了 到了海边,小凯先换好泳衣 飞快地往前冲 马婷,快点啊,我不等你了 哇,你看小凯已经跑到前面 很前面的地方了 马婷还在后面了 马婷着急地边跑边喊 小凯,等等我啦,我来了 小凯看到有些小朋友在玩水 有些小朋友则拿着铲子挖沙洞 乌晴兴奋地边跑边喊 哇,太棒了,姐 我们赶快过去玩 他们跑到沙滩上 正好有一阵大浪冲过来 马婷拉着小凯说 来,我们和海浪再跑 马婷,小凯和巴比都高兴地又跑又跳 马婷弯下腰捡贝壳 的时候呢,一阵海浪刚好打在他身上 他觉得有趣极了 小凯拿着网子跑过来说 马婷,我捞到一只螃蟹耶 马婷把螃蟹捉到地上 结果他竟然向巴比爬去 把巴比吓得 噢噢噢,汪汪大叫 马婷看到沙滩上有一只海星 好奇地蹲下来摸摸他 啊,原来海星的外壳这么硬 以前我都不知道呢 你还记得你摸过海星吗 在那个水族馆的时候 马婷说,我们去划橡皮艇好不好 小凯连忙拍手说好 马婷借来冲气机冲气 小凯则在一旁帮忙 很快的橡皮艇冲好气了 马婷和小凯把橡皮艇扛到海边 让巴比坐在里面 一起大喊 我们出发了 哇,他这橡皮艇好可爱哦 看起来像一人做的 我还可以挤上两个 可以挤上两个人 感觉像一个人的size啊 不是很大 马婷和小凯坐在橡皮艇里 随着波浪摇来摇去晃个不停 他们还故意让橡皮艇倒向一边 好像要掉进水里一样 看起来很可怕耶 巴比害怕的紧紧攀住橡皮艇 动都不敢动 马婷和小凯看到巴比有趣的表情 忍不住笑弯了腰 你看这边 穿我也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他们穿的是什么样的鞋 是不是特殊材质的 有可能 重点是这只巴比是白色跟咖啡色耶 它不是咖啡色的 巴比也长得不一样 小凯说 马婷我们来放风筝吧 马婷答应后 他们就拿出小鸟风筝和线圈 跑到海边的空地 马婷拿着风筝说 小凯 你拿着线圈往前走 我一边说 你就开始跑 小凯点点头 开始跑 小凯往前跑 马婷立刻放开风筝 风筝就升上天空 越飞越高 放完风筝 马婷和小凯又在沙滩上玩跳马 然后呢 在海边玩接球比赛 小凯接好 马婷的表哥教过他接球 所以他每次都赢小凯 我不玩了 每次都输你 咦 那里有很多人耶 我们过去看看 沙丘上的沙很细 摔在地上 不会透 小朋友都爬到沙丘顶端 假装自己是超人 从上面往下跳 马婷和小凯闭着眼睛跳下来 哇 真是太好玩了 在沙滩上骑驴子 散步是最新鲜的事情 几个大哥哥和大姐姐 用绳索套的驴子 让小朋友坐在上面 再拉着驴子 慢慢沿着海边走 马婷和小凯骑的那批驴子 叫做阿吉 阿吉又乖又可爱 马婷好喜欢他哦 在海边逛完一圈 马婷就和阿吉在沙滩上玩 马婷骚着阿吉的下巴和耳朵 他痒得不停地翻滚 马婷也笑得躺在沙滩上 下午海上同军 已经举办了一场沙雕比赛 来海边玩的人 都很踊跃地参加这项活动 大家各自选了一个好地点 开始进行沙雕创作 马婷和小凯互相讨论做法及步骤 我来挖洞 小凯 你用圆锹把沙子铲开 那么分工合作 一起来堆沙堡 挖好洞以后呢 马婷和小凯就开始做沙雕了 马婷用沙堆起一座城堡 有皇宫 还有保护城堡的城墙 小凯则用沙把多余的洞填满 最后只剩下城堡的塔就完成了 马婷把沙装在小水桶里 再倒盖在城堡上面 你看他这样子的做法 最后就会呈现一个小塔在上面 没想到啊 沙太松散 马婷刚把小水桶拿起来 城堡就倒塌了 哦哦 好可惜哦 马婷和小凯垂头上气的坐在沙堆上 一位老爷爷看到马婷和小凯失望的样子 就走过来安慰他们 你们重新坐还来得及 加油 别忘了在沙堆里 加水会比较坚固哦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怪马婷后来就学会怎么样堆沙堡 他在别的那个其他故事里面就有提到说要加水 马婷立刻跑去提了一桶海水回来 小凯我们再试试看你看马婷很励志哦 他不放弃努力的再完成一次 他们依照老爷爷的建议在沙堆里面加水混合 好不容易终于把城堡堆好了 看着漂亮的城堡 马婷高兴的说我们应该谢谢老爷爷 小凯点点头 嗯沙里加了水 城堡牢固多了 真的堆得很不错耶 好厉害哦 我都不见得堆得出这样子的城堡 他们用冰淇淋盒和木棒把高塔楼梯地道以及城墙固定好 好了大功告成 小凯你想我们会不会得奖啊 我们做的这么漂亮当然会得奖啊 马婷兴奋的猜着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奖品呢 洋娃娃游艇模型还是 想着想着马婷和小凯竟然睡着了 在马婷的梦里 他和小凯一起在海边捡了许多美丽的贝壳 有螺旋形圆形还有淡紫色粉红色 以及像彩虹般的七彩贝壳 他们把贝壳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里 当马婷和小凯睡得正熟时 许多人都围在旁边欣赏他们的作品 哇他们做的城堡好漂亮哦 像真的一样 他们一定会得奖的 马婷和小凯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梦里那个漂亮的盒子 和色彩缤纷的贝壳 就放在他们的身边 盒盖内写着 送给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沙雕大赛优等奖 沙雕评审委员会赠送 他们真的赢得比赛了 赢得优等 然后得到了这一盒贝壳 马婷和小凯开心得不得了 突然啊 响起一阵轰隆隆的打雷声 大滴的雨滴 也哗啦哗啦的下了起来 小凯说 快把橡皮顶翻过来 躲在下面 马婷紧紧抱住盒子说 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个盒子 不如让它淋到雨 等雨停了以后 就赶快回家 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得奖的好消息 好啦 这就是马婷海边的一天 我们下注决了一天 很久不见了一天 我们下注决了一天